美国今天晚上9点半 将会公布2月份的CPI数据 那么数据公布之前 我们看到美股期货 在亚洲时段温和上涨 而多家中小型银行股的走势 将会继续成为市场的焦点 昨天遭到洗仓的第一贡和银行盘前 已经暂时反弹大约两成左右 但这项危机会如何发展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 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叶上志 上阵你好 福将您好 上阵我们看到美国硅股银行的 风波 余波未了 引发了市场对于 这个银行业的信心危机 所以也导致很多银行股 是持续下挫的 我看到市值也大幅度的一个蒸发 但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这种概率 事实上并不大 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 就是对于美联储暴力加息之后的 这个负面影响已经开始陆续浮现了 令到我看到投资者 对于前景感到开始悲观 那么您对于最近这几天 金融市场的表现 有什么看法 对啊 那确实大家现在的焦点是放在 美国的一些银行的一个危机里面 那确实我们也看到 还没引发到了一个全球的 一个流动性或者一些系统性的风险时 这个还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出发 那么更多可能是美国市场内部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会看到去 还好哦 你看到股市美股跌嘛 那么但是美债的局 这两天的局还是涨得挺好的 债心率的局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 那也就是说基金在币下 但币呢还是币到债券 那么如果最差那个情况 包括我们在2008年 那么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去 比最最差那个情况呢 是比到金融市场那个最底层嘛 就是比到这个货币嘛 也就是比到美元嘛 所以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元都不跌 不涨反跌了 其实这个还好 那总的来说这个美国银行的危机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可能是一些 潜在的一个暴雷的一个事件 也不是说是什么黑天鹅了 好 因为如果您说 哎 美国现在的经济其实也不稳定嘛 那么当时如果美联局还要加息来压通胀的时候呢 相对应过来 其实对市场的打击这个是蛮大的 所以其实我们更多 刚才说的其实也不是什么黑天啊 那么如果这个情况没变呢 经济基调还是不稳 那么还要加息的话呢 其实您后续的 陆陆处处有一些暴雷啊 我们可以预见的 那更多现在是像一个灰犀牛的 一步一步站过来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美股这边我们确实还是要警惕的哦 另外我们看到这几天啊 在这个恐慌情绪的主导下 全球的股市接连重挫 美元就像您说的美元已下跌 而资金呢 是逃向向债市或黄金去避险 所以带动金价呢 又从上1900美元 不过我们看到目前 美股的期货表现来看的话 市场焦点已经开始转向 美国最新的这个通胀数据 因为市场现在开始压住 美联储会不会因为这起事件 而加息剩下25个基点 甚至可能会暂停加息 那您认为这些会不会都会有利于科技股呢 率先走出反弹的行情 对 那个如果您说 那科技股这一边 那么最近也跌的那么厉害 那么有一些超跌了 那如果有怎么样一些出发点呢 什么可能就是会减慢这个加息的部分 淘涨一下这个加息的部分 那么他们在超跌之后 先来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那么当然这个呢 其实我们要回头看 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 那么如果您说真的要暂停加息 甚至现在有说了可能年底之前 倒过来可能要减息的 那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们觉得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么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那其实可能美国的通胀压住了没有 那么如果不是这个压住了通胀来减息的话呢 也真正就是因为可能实体经济这一边 或者一个系统性的风险是已经很大了 也没办法呢就是要来先来一个减息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真的出现这个情况 确实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那么随时科技股可能撤退之后 有一些究竟反弹 那么当然如果真的要减息的话呢 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来的 可能市场还会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一个下探 是 所以这个减不减对美联储 都是很大的一个难题 那么再回到我们看到现在 那么受到这个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实验 牵连像这个汇丰 渣达 还有这个友邦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重磅股呢都跟着重衰 连这个中资银行股呢也受到了波及 不过评议机构目的投资 他发了一个报告 他说亚太区的银行 它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跟充足的流动性 所以硅谷银行倒闭对他们来讲 风险事实上是有限的 那么今天的表现来看是不是因为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 我们看到香港的银行股呢遭到挫伤 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分开两类来说吧 因为香港这边上市了一些银行股 那么中间有一些是国际的银行嘛 那么包括挥控啊 包括渣达啊 一些国际的一些那个包括友邦啊 这一些其实受到外围的影响 其实他们是相对来的比较直接的 所以如果今天他们打下去 其实我觉得都是有这个也是合理的 那么反过来如果您说一些内地的一些中资银行股呢 那确实我觉得这边有一些戳杀的 那当然您也可以看到今天一些中资银行股 市场也是很聪明的 所以你看到他们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 包括渣达啊 会控这些跌的那么多的 所以其实分开来说吧 所以如果内地的一些中资银行股 那么我们觉得他们总的来说 系统性的一个保护呢 现在相对外国的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刚才不是提到吗 那包括美国 其实全球啊 大家的经济现在都在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如果您说美国还要加息了 欧洲啊 其他这个西方国家 发达国家其实他们还在跟随美联储在加息了 那但是如果您说内地那一边呢 从两年前开选的去已经是 采取一些适度宽松的这样的货币政策 那么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匹配 现在的一个经济周期的这样的战态 所以相对来说呢 中资银行股反过来这个时候呢 我们觉得是相对一些国际的银行是来着 相对比较稳妥了 对 是 那么照你刚刚的分析 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市场现在风高浪急断 今天恐怕是闭眼情绪会主导大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港股短期一万九千点到底守不守得住 那么下一个支援点位会在哪里 对啊 特别如果您说这个 包括这几千 包括未来几千 确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点 因为市场的一个情绪其实都已经搞动了嘛 那其实都在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嘛 那么如果搞得不好 那么其实再往下打 有这个可能的 所以一万九呢 其实如果您说短期的要破 我觉得都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其实港股现在也在一个巡抵的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我们早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那其实春节过后 那港股这一边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就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本来都已经需要逃充了 那么所以现在的逃充呢 可能加速呢反过来是一件好事 那因为我们福长福苏嘛 那你看到其实港股从去年的十一月 涨到了一月二十七号的最高点 两万两千七百点 涨了三个月 涨了超过八千点 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福长福苏嘛 那当然呢也会受到外流的影响 还有大家在观察 那个福长福苏的进展是怎么样 所以有一些大涨之后的整理 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其实也可以算一下 因为涨了八千年嘛 那如果回调这样的那么大的一个涨幅的一半 其实差不多就是到一万八千七百点的时候呢 就是会把这样的一个大涨幅度 就是淘整了一半 那相对会比较好一些 就如果操作面来说 如果横距进一步 达到了一万八千七百点以下的时候呢 从操作的一个早度来看呢 直播的窗口 我们这里是可以逐步的一个打开的 还有一万八千年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真的进一步打下来的话呢 机会可能是跌出来的 OK 非常谢谢上志 一万八千七是短期的一个支撑位 非常谢谢上次就我们港股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谢谢大家